新房里 众人围着新娘丘陵闹洞房 突然有人闯进大喊 怎么回事呢 杀人了 杀人了 怎么回事啊 丘陵赶紧跑去查看 村里的孙福倒在地上 不省人事 而新郎刚子的父亲老杨呆坐在一旁 手里还拿着一块砖头 警察迅速赶到带走了老杨 大喜的日子为何要在自家醒凶 这事还得从孙福说起 此人乃村中一半 年轻时去城里闯荡 结了三次婚 又离了三次 最后一次还被前妻送去监狱 到头来还是觉得初恋翠花最好 便开着小汽车回村找人再续前缘 然而算盘落空 翠花早已嫁给老杨 老杨是个老实人 没看出他们私底下的小动作 可旁边的刚子却看得一清二楚 从那之后 刚子时刻留意 发现七娘上了孙福的车 便立即通知亲爹 翠花被拉上车 想起吃过的苦头满肚子火气 现在的丈夫老实厚道 儿子懂事踏实 再续前缘绝不可能 孙福霸道惯了 恶意威胁 你要是不从 我天天去你家闹 看看那个窝囊费能怎么样 老杨赶来把人领回家 多年来夫妻生活不和谐 他不敢对孙福怎样 便把心里的怨气撒在翠花身上 第二天 两人一同到镇上医院检查 生理无碍 是心里出了毛病 慢慢调整就行 不料刚回家 孙福便拎着两瓶酒上门 他看见两人去了南科 说是探望 实际上是嘲笑 我有药 吃了晚上一定好吃 老杨心里窝火 却不敢吭声 翠花忍无可忍 把人轰出去 刚子闹起了别扭 丈夫软弱无能 翠花忍不住抱怨了几句 老杨灌下一瓶酒 热血上头 冲进孙福家警告 再对翠花动歪心子 就跟他没完 孙福可不吃这一套 和老杨打赌 翠花要是主动过来 就不能再从中阻拦 没想到 幻音刚落 翠花就来找丈夫了 孙福不问缘由 把人拉进屋里 欲行不轨 老杨扑上去 却被他手上的菜刀 吓软了腿 我求求你了 你饶了他呗 你饶了他呗 救救你了 我看他脆红的面子上 我今天饶了你 堂堂大丈夫 居然要靠妻子求情 才能全身而退 老杨觉得窝囊 他想清楚了 既然护不住 那就退位让贤 可儿子还没结婚 他只好低头 跟翠花商量 离婚暂且缓一缓 在此之前 他就跟儿子睡一屋 翠花叫住老杨 欲言又止 最终狠狠地扇了自己 几巴掌 第二天 刚子带着老杨进城治病 孙福却趁爷俩不在 揣着一把猎枪 上门勾搭 晚上 翠花没去赴约 他又摸进屋里威胁 说出了心中的猜测 杭子 是我的 我说什么呀 听说那些没影的事 要不明天我带杭子去做DNA 我告诉你孙福 杭子死也不会是你的种 你死了这条心吧 滚 滚 伤了神 见到老杨回来 委屈地诉苦 老杨同样头疼不已 只希望儿子赶紧结婚 然后举家进城打工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他倒不信孙福 还有本事在城里 作威作福 然而消停了没几天 孙福又找上门来 抓着翠花欺负 刚子闯进来揍人 不料孙福早有准备 端起猎枪 对准他 翠花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老杨依旧懦弱 甚至在孙福要求三天之内 把媳妇送上门时 他也不敢反抗 翠花本以为能依靠丈夫 却不料自己 是被牺牲的那一个 顿时心灰意冷 天亮后 翠花真的失踪了 父子俩找遍了所有地方 也没能发现人影 突然听见一声枪响 孙福大摇大摆的出现 承认是他杀了翠花 埋在了柳树钩子 爷俩慌张赶去 看见了一个新的土堆 两人不信邪 拼命挖着 竟真的找到了翠花的衣服 警察赶来调查 孙福这才老实交代 他是听说翠花失踪 嫌衣服晦气 才悄悄埋了 这时 刚子接到翠花电话 无论怎么劝说 他都觉得没脸见人 执意要去外地打工 老杨后悔莫及 是他亲手把媳妇逼走 孙福再次上门找查 他不再懦弱 暗下决心要报复 刚子回家以后 老杨选了一个好日子 让他娶媳妇进门 婚礼当天 村里热闹非凡 他在酒里下了毒药 借口翠花回来了 把孙福骗到家里 好吃好喝招待 然而关键时刻 他后悔了 打翻酒杯后 痛苦不已 他想害人 却下不去手 可孙福不是善查 把他摁在地上 一通乱揍 刚子闯进来 一板砖拍下去 老杨算盘落空 为了保护儿子 自愿顶罪坐牢 孙福虽然救回一条命 可脑部受伤 智商和两岁孩子 没区别 在福利院经常打架惹事 刚子看不下去 把人接回来 妻子虽有怨言 也尽心照顾 可没过多久 便怀孕了 于是他又找到翠花 请回来一起生活 七个月后 妻子顺利生产 刚子却决定外出打工 为孩子挣奶粉钱 他把存折 交给了翠花 半年前 他拿到了DNA检测报告 孙福才是他的亲爹 可老里的老杨 同样是他认可的父亲 他不能做事不管 既然犯错 就该得到惩罚 他主动自首 翠花看着儿子远去 泪如泉涌 电影上映于2016年 由安战军指导 孙敏 刘敏涛 刘烨主演 讲述了一个窝囊丈夫 被恶霸三番两次抢妻后 痛下决心复仇的故事 翠花的一生离不开悲剧 邵不更事实 被恶霸强占后 惨遭抛弃 哪怕母亲好言相劝 依旧不撞南墙不回头 醒悟后 嫁给了老实人 没曾想 丈夫窝囊 自己被活生生逼走 老年时 又痛失 亲生儿子 他说不清这些悲剧 究竟从何而起 是孙福的 蛮横霸道 还是老杨的 胆小懦弱 亦或是 夹在中间的自己 扪心自问 撇开人为因素 更多的还是 农村某些角落 长期的愚昧落后造成的 对于孙福这样的人 我们常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曾经作威作福 最后却成了一个傻子 实在令人唏嘘 可傻子也总比害人强 对于老杨这样的人 哀气不幸 怒气不争 不曾做出改变 受了欺负 只能自食苦果